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芙莉可是睡过小李子又嫁给死侍的传奇美女 影片开头 女主刚刚拾起了自己的母亲 虽然她是一名优秀的医学院学生 但是母亲的离开让她深深怀疑了自己的专业 这次她瞒着父亲和妹妹来到了母亲生下自己的地方 提起这个地方居然是一个光不溜秋 啥也没有的海滩 至于我们女主是怎么出生的 所得而知 感谢我们的好心龙套哥驾驶着自己的月车 带女主来到了这个神秘海滩 在一番语言不同鸡肋呱啦的交流中 她们愉快地抵达了海滩 和母亲一样 女主也是一个冲浪爱好者 阳光明媚的海滩上 女主给我们上演了一番火辣 郭一羞 前途后翘 S型身材 这样的沙滩诱惑给目前的你还好吗 未来小滩时间里女主遇到了同样爱好冲浪的两个小伙子 虽然语言阻碍了她们的交流 但是接下来海上冲浪秀真是溜溜溜 伴随着激情饱满的音乐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段愉快的冲浪秀吧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小伙子们准备启程回家吗 我们的女主依旧打算再待一会儿 这里还是要提醒广大女性同胞一句 海边游玩要注意 危险总是在不经间发生 这下轮到影片真正主角鲨鱼登场了 女主跟随着海豚发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鲸鱼尸体 这是本片第一个血腥场景 紧张惊悚的背景音乐顺势响下来了 一个猛子鲨鱼奔着女主冲过来 一上来就是不留情面的一大口啊 若不是这自带主角光环 谁能这样杀口过泄密 或者受伤的右腿 女主爬到了鲸鱼尸体上 望着这血流不止的大腿 作为旁观者都不禁倒吸口凉气 可恨这鲨鱼一点不知道怜想惜 也可能女主上辈子是万恶的捕杀人吧 鲨鱼不留一点喘息的机会 一下子撞断了鲸鱼尸体 游啊游啊游 游向他充满希望的小雕石 就在这鲨鱼快要咬到女主时 他成功登陆了 近不近着 刺不刺着 此时此刻 只想用文松那句 刺刺刺刺 表达内心 千万感慨 教室上女主发挥了自己医学生本领 一对耳环 一根项链 完成了一场伤口缝合手术 手术期间 她的路上并不孤单 一只翅膀受伤的小海鸥 也和女主一样 温在了海礁上 夜晚海上温度降到了冰点 一身比基尼的女主 可是辗转难眠 此时女主发现 海滩上躺着一个 勇整的大胖子 她奋力呼喊着 想让胖子打电话 解救她 可是啊 这猥琐的酒给胖子 起身翻开女主包 只想着偷走她的钱 还有手机 也不知道是酒壮怂人胆 还是胖子太贪心 正准备起身离开的胖子 发现了海里女主的冲浪 心想着 这板也能换不少钱 一不做 二不休 就往这海里冲 不管我们这女主 如此生死力竭的喊 快走 海里有鲨鱼 快走 这胖子眼里 只有这颗冲浪板 你说 自己身材什么样 心里没点输吗 没有女主的灵活 还敢往海里冲 结局可想而知 鲨鱼一口 将这可怜的胖子 分成两半 隔天早上 昨天两个小伙子 又来到海边冲浪 奈何语言不同 身心倔强 又是一次鲨鱼双杀 被鲨鱼咬断的冲浪板 海里翻腾上流的血液 我们女主陷入了绝望的边缘 一番折腾 女主拿到了冲浪小哥的摄像机 录下一段感人肺腑的遗言后 它往海滩方向扔了过去 之间一点点流逝 礁石也面临着涨潮的危险 就在女主计算着 如何游到对面浮标上时 一大波水母群 向着这边进发了 要知道 这水母是鲨鱼的天敌 一个不小心 鲨鱼可就背着水母烤熟 一切为了生存 凭借矫健优美的身姿 女主穿梭在水母群中 仙君一发爬到了浮标上 远处一艘渔船在海面行驶着 女主撬开浮标上的铁盒 拿到信号枪 无奈信号枪受场 一点不给力 第一发 质温其身不见其下 第二发 渔船早就远远的离开了 心中一阵绝望的女主 看着鲨鱼怒火中烧 啪啪啪 跑着鲨鱼就是机枪 毕竟鲨鱼也不是吃醋的 女主的做法 深深激怒了鲨鱼 几番撕咬浮标 很快就被摧毁 女主紧紧抓住 断裂的铁链 顺的铁链 女主就被拉下海底 各位 在电影史上 牛顿也阻拦不了主角的光环 所以就不要纠结 这海底阿强的问题 原句是不会让我们女主 就这么羡慕的 就在鲨鱼上都冲过来一刻 女主一个走位 帅气已就 我们的鲨鱼光荣 被海底铁刺爆口了 激烈的斗争 让我们女主精疲力尽 就这么随着海浪 腰啊腰啊腰啊 好巧不巧 跳到了原来的海滩上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黄金龙套哥 带着自己儿子赶来了 不要问我龙套哥是怎么来的 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实际上特卡的儿子 捡到了那个摄像机呢 龙套哥还没来得及 人工呼吸 我们女主就自己 过了几口水醒过来 唉 只能说缘分不够 别想卡油 就到最后 我们女主并没有因为 这次灾难而恐惧 带着自己爸爸和妹妹 还有那条愈合的伤口 再次来到了这片海域 这部沙滩 由西班牙导演 佐米·希尔拉指导 快速消费 感官刺激 收益迅速 作为低成本灾难片 1700万成本 收回了5000多万票房 我想什么都不能证明 一部电影 唯独票房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是龙奖 下期再见了 拜了个拜